丹青第一名唐宝宝季彭宏 挥北丹青阴霾在座希望悦章 台中特斯教育学校应届毕业生季彭佛 在出生三天后被医生诊断为唐氏症 丹青妈妈吴玉玫有如大帝医生震雷 一度不敢面对现实 彭宏从小体肉多病 先天就有双眼邪视 闪光弱势心脏破洞智能不足等问题 三岁时还无法走路 四岁时还没有口语 光认识红利灯颜色就花了长达十二年 彭宏虽然求学时遭受过同侪孤立 其次但是他不放弃自我 努力学习扯铃 淘底电子琴游泳跑步等 见证生命价值 让彭宏逆流而上的表现最大功臣 就是单亲妈妈吴玉 吴玉玉白天照顾儿子 晚上出人上班两家 她一肩膛起 照顾孩子的重责大任 并默默打败主爱 以身作者带动孩子活出希望 彭宏不仅融合全国心智障碍 彩宏大赛中期初赛多元表演者第一名 2016年全国身心障碍锦标赛游泳花式200公尺第一名 2017年度中米国中校庆听众赛逃100公尺第一名 并讨起电子琴阶语塑造 十一张讨底阶语正照 更荣厚国中府第一名中文教育奖唐宝宝 彭宏成为唐宝宝大气夜宝育员后 更积极投入公益活动 以白场宋爱校园 偏乡做生命教育分享 同时永续宋爱安养宴 教养宴依幼宴 由是家境清寒 在逆境中成长的彭宏 化母爱为力量 非北丹青阴霾 历经风雨而茁壮 混沥不屑 跨越障碍 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 陆续荣厚扯林 游泳白米赛跑等第一名殊荣 还特别珍惜颂爱国内外的机会 以自身生命激励生命 有爱无忌 煞波正能量 叫我第一名 见证天生我才必有用 不愧为单亲第一名谭宝宝 天生我才再 중 回落 第一名谭宝宝书 不知道 怎么回来了 第三名谭宝宝 绝 crude 怎么回来了 高过了